我们再把圣经再读一遍 从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那时叙利王下手苦害 教会中几个人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 又去捉拿彼得 那时正式除教的日子 叙利拿了彼得收在监里 交付四班兵丁看守 每班四个人 意思是要在一月节后 把他提出来 当着百姓扮他 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 教会去为他切切地祷告神 这是上个礼拜我们说的 路加就像今天拍电影一样 把镜头就再转向彼得 11章30节是讲到巴拿巴和扫罗 到耶路撒冷办完了 捐相 把捐相带到耶路撒冷 交给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 这是11章30节 现在从巴拿巴跟扫罗的身上 转到彼得的身上 所以十二章一节呢 他就提到希律王 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 教会的几个人 用刀杀了一汉的哥哥雅各 这也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 新约圣经中出现的第三个希律 前两位是大希律 还有希律安提帕 这位希律王青年时期 我们说过 他在罗马度过 跟盖尤是朋友 盖尤后来当上了罗马皇帝 这位希律王就借室得到升迁 所以他在这个地区 做了分封之王 那么他做了许多以前的巡抚 罗马的巡抚不敢做的事 就是这个迫害教会 所以圣经说 他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 过路加只提到两个人 就是这个使徒彼得 还有一位是一汉的哥哥雅各 那么圣经说 用刀杀了一汉的哥哥雅各 很可能是像施洗一汉一样被砍头 他们圣经没有说 这是我们的猜测 那么第三节说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 迫害教会 好了 就是犹太人喜欢 我们就知道呢 犹太人实在是不喜欢教会 存在他们的中间 简单地说 这个犹太人根本就是不喜欢教会 也就是会 我们后来会看到 这个刚刚开始的时候 似乎还有来往 但是后来呢 犹太人跟教会呢 就越走越远了 为什么只有 雅各跟彼得 被杀害 被抓 很可能这时候 十二十门途中 只有雅各跟彼得 在耶路撒冷 其他可能就到附近去 传福音了 所以雅各被杀之后 接下来就是 彼得被捉拿 那么那时候正是除教节 十二章的第四节 西律拿了彼得 收在监里 交付四班兵丁看守 每班四个人 意思要在一月节后 把他提出来 当着百姓办他 圣经说 那时正是除教节 那么后来又说 要在一月节后 把他提出来 我们可能会混乱 到底是为什么 前面是除教节的日子 他们就把他 收在这个 肩里面 要等到一月节过后 再把他提出来 除教节是一月节后 连续举行七天 所以事实上 一月节跟除教节 是两个节期 非常相近 所以也有称 无教节为一月节的 两个节日 混在一起 所以事实上 除教节跟这里说 一月节后 你要想说 是两个节日 混在一起 所以要到这些节日 过去后 才把他提出来办 我们当然知道 这全是神的权能 其实 但是希腊 如果真的要办他 也可以不理吗 不理他 现在是什么节日 神的权能 使希腊知道 不宜 在这个犹太人的 重要节期 来流人血 因此把彼得 收在监里 要等到节期 过去了 才来办理 我们知道 彼得是第一要犯 这就是 希腊要抓的 第一要犯 还有 他过去 有从益中 自行出来的 记录 我想 当然也是天使 帮助他出来了 因此 现在把他抓起来 守卫就特别的 伤严 那么 圣经怎么说 我们看第六节 希腊将要提他 出来的前一页 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 睡在两个兵丁当中 看守的人 也在门外看守 生年到这个地步 四班兵丁 每班四人 天使留个兵丁 看守他 而两个兵丁 跟他是用铁链锁着 两个在门外看守 你怎么逃 你没办法逃的 我上帝的工作 我们看见 初代的教会 非常的明显 好了 那教会怎么回应呢 教会切切地 为他祷告上帝 第五节 于是彼得被囚在 监里 教会却为他 切切地 祷告上帝 祷告有什么用 今日信徒 常常问这个问题 祷告有什么用 所以 我们自己也说 哎呀 发生了这个事情 祷告有什么用 这个人病得这么重 祷告有什么用 这件事情这么复杂难搞 祷告有什么用 这是我们常常 今天会 会问的一个问题 我们可能不是向伦论 我们自己问自己 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松懈了 所以我们可能就用自己的方法 来处理事情 好了 祷告有什么用 下文会分解的 之后呢 到了十二章六节 在希律要提彼得出来 审判的前一页 兵丁如常看守 两条铁链锁着 然后他睡在两个兵丁的当中 三个人 彼得中间 两个兵丁跟他一起锁着 怎么逃 另外两个在门外看守 大家读十二章七节 忽然有主的一个死者 站在旁边 屋里有光照耀 天使拍彼得的内旁 开醒了他说 快快起来 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下来了 忽然主的一位死者出现了 屋里有光照耀 天使拍醒彼得 在这种情况下 两个兵丁跟他一起睡觉 两个兵丁在外面看守 天使可能突破了空间 门没有办法 门虽然关注了锁着 但是天使可以突破这个空间 可以进去的 冰丁昏睡 这个铁链松开了 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有没有声音 一定有声音 结果铁链下来的声音 没有办法让昏睡的冰丁惊醒 所以冰丁昏睡 醒不起来了 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工作 而彼得也沉睡 为什么 显明他是交托跟平安 他要天使拍他才会醒 圣经怎么说 天使拍彼得的肋旁 不是肩膀 所以我们看见他真的是昏睡了 我们的解释就是他真的是交托跟平安 12章8节 那么天使就怎么说呢 一起读 天使对他说 树上带子穿上鞋 他就那样做 天使就说 披上外衣跟着我来 彼得就出来跟着他 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 只当见了异象 彼得醒起来了 那么天使就叫小孩子 我们看见母亲常叫孩子穿衣 穿鞋 跟我来 你看 树上带子穿鞋 穿衣 跟我来 然后他这个时候呢 这时候他还没有回过神 他就会听到 但他不知道是真是假 他就跟着了 怎么 彼得被带出间了 还是还是不知道真假 到了十节 过了第二层间门 就来到临间门口 在铁门 铁门自己开了 他们出来 走过一条街 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我们会思想 我们会思想天使就把他带出来 他就一直跟着天使走 他实在不知道真假 他以为可能也是一个异象 所以一直到走出第二层的间门 铁门自己开 都到了街上了 怎么天使离开了 我们说 这是神迹 圣经是这么记录的 路加查考 路加详细查考之后 记录的 他的确发生 这件事情是神差遣天使 行出来的一件事 这种事情在全本圣经里面 这类事情发生的也不多 当然我们知道 从旧约到新约 我们看到死人复活 并得医治 从古诗语到新约 我们看到死人复活 死人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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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 走干地过红海 走干地过耶诞河 神聚都有 我们来到了新约 来到了这个初代的教会 圣经是这么记录 这是神的旨意 跟神的主权 我们也会想到 为何上帝只救彼得 不救雅各 我们不可能有答案 这是神的旨意 跟主权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看见 神的旨意 跟祂的主权 所以很多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人 一切都是爱主的人 为什么这个人 一切顺利 这个人生命的道路 那么坎坷 我们不知道 上海神必有原因 祂不会做错事 为什么祂救彼得 祂不救雅各 我们继续地看下去 我们知道 在旧院的时期 神常常差遣天使 执行他的工作 包括保护神的百姓 为他们征战 去福降灾 传达命令 是不是 我们看见天使 常常做这些工作 到了新约时期 天使的工作 渐渐减少 来到今天 几乎天使的工作 没有了 然后我们看见 圣灵的工作 却十分的显著 所以 天使的许多的工作 似乎今天 圣灵在做了 使徒时代是 新约过渡的时期 前几章还可以看到 天使在教会中工作 十二章之后 天使的工作 就再也没有提到 一直到启示录 就是世界末了时期 天使再出现 为什么这样 圣经老师说 启示录是记载 许多天上的活动 约翰的灵被提到天上 看见天上的那一幕 敬拜 什么是启示录 第四章第五章 他看到什么 看到宝座 看到宝座前的七灵 我们的解释 七灵就是圣灵 也看到那个 被杀的羔羊在当中 还有看到四活物 四活物就是天使 还有其他千千万万的天使 我们看见天使活动 多了 还有呢 天使不但在天上活动 天使也来到地面上活动了 所以 正经老师就说了 圣灵随着教会被提 教会被提 圣灵随着教会回去 应该是圣灵随着教会被提 回到天上 这样说有一点的 会混乱 另一说是 属于说教会被提 圣灵回到天上 把圣灵放在 回到那个地方 不然的话 这样读的话 可能圣灵也被提 所以不是 随着教会被提 圣灵回到天上 这是正经老师的说法 因此天使在地面的活动 就再次显著 我们看到 是不是这个理由 我们不清楚 在世界真的是这样 整个教会时代 除了圣经说的 除了圣经让我们看到 从使徒新传 十二章之后 一直到整个书信完成 然后一直 这两千年来 我们看见 天使都不在地面活动 当然有时候人家说 我看到天使了 天使出现了 我告诉你 圣经完成之后 事实上 这一类的所谓意象 都是虚假的 我们在讲这个 鬼父真相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 因为圣灵 圣灵在我们 在我们心中 做工 圣灵也会提醒我们 圣灵也会帮助我们 就好像天使出现 来帮助 当日 这个 帮助耶稣 在克西玛尼年 加添祂的力量一样 或者在监狱里面 帮助彼得一样 圣灵今天 也能够 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中 来帮助信徒 无论如何天使 把彼得 从防范森严的 监狼中 带出来 是铁一般的事实 所以当我们读到 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时候 让我们不要有 任何的怀疑 这是神的恩典 这是神迹 神迹就是神行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神 是一位能行神迹的神 古今都是一样 今天他能行神迹 不过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圣经中 圣经中 像这一类的事情 再重复发生 不一定 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来帮助他的儿女们 十二章的这个 第十一节 彼得醒悟过来说 我现在真知道 主差遣他的死者 救我脱离犀利的手 和犹太百姓 一切所盼望的 十二章节彼得醒悟 回过神来 他认定是神 救他脱离犀利的手 对他来说 他都需要这样的认定 对我们来说 我们当然 更加需要认定 还有呢 这句话 和犹太百姓一切 认定是他 救他脱离犀利的手 和犹太百姓一切 所盼望的 后面这句话 暗示彼得的工作对象 是犹太人 后来也真的看到 彼得就在犹太人的当中 来侍奉 那么 现在我们来到 教会的祷告的功效 如何呢 在教会祷告的功效 再一次清楚显明 刚才我们说 彼得被囚在监理 教会却为他 切切地祷告上帝 祷告有何用 这是我们常常问的 祷告的功效 再一次清楚地显明 所以主耶稣 要门徒祷告 你们要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我们常常在这一点 我们有所缺失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使徒保罗 在菲利比书四章 六节也这么说 应当义无挂力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以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祷告有何用 祷告 并没有用 无穷 这一次的让我们 肯定 我们要过一个 很认真的 祷告的生活 我们更盼望 把我们的整个生活 当作一个祷告的祭 来献给神 我们一天可以祷告 三次 五次 十次 二十次 但是 更重要的是 整个生活 我们成为一个 祷告的祭 来献给神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常常过 得胜的生活 早上有同学 在一周的生活 检讨中这么说 我们如何能够知道 能够体验神 跟我们同在 我们如果把我们的 整个生活 当作一个祷告 献给神 我们一定能够体验到 神 每一个时刻 都跟我们同在 求主帮助我们 祷告有何用 祷告 是这个基督徒 得胜的秘诀 教会为他祷告 12章12节 想了一想 他就往那 称呼马可的约翰 他母亲 拿利亚家去 在那里 有好些人 聚集祷告 那些人 在约翰马可的家 聚集祷告 所以教会为他祷告 教会关怀他 第一时间 他回到马可的家了 有人问我 我们已经最早 三四个月 没有回到礼拜堂了 当这个疫情结束 疫情结束 教会 重新开放 大家可以回到礼拜堂 去做礼拜 是不是会有人 就 失踪了 不见了 不回去了 我在想 真正一个 真正一个神的耳里 他是 教会所牧养的人 教会所关怀的人 教会继续通过 视讯的 这个教导 来帮助他 也常常 会我们来祷告 我在想 这个 疫情结束 教会重开 我深信 这些信徒 会第一时间 回到 教会 神的家 像彼得当时 一样 第一时间 回到 当时的 教会的地点 就是 马可的家 这个是 最早 信徒 聚会的地方 他也很可能 也是 耶稣 升天后 那一百二十位 信徒 聚会的地方 所以我们不清楚 有人说 当时 圣灵降临 他们就在 马可楼上 就是这个地方 很可能 但是圣经没有记录 这里提到 这位 约翰 马可 称呼 马可的约翰 应该是 他是姓马可 名约翰 约翰是名 所以 约翰 马可 我们说明 这位弟兄 为什么会提到他 这位弟兄 在初代 教会中的地位 在他的地位 在使徒行传 脚后 会再一次 出现 再一次提到他 12章的25节 就是这一章的 最后一节 巴拿巴跟扫罗 去办完了 到耶路撒冷的 攻击的事情 他们就回安提尔了 这是我们以后要讲的 我现在先讲 所以现在我们讲的 彼得被关在监里的 这个地方是耶路撒冷 结果呢 巴拿巴跟扫罗呢 后来就把 马可也带到安提尔 然后参加了他们 第一次的步道 这个里程 第一次的游行步道了 所以缴后会再提到他 这位马可呢 在保罗 在哥罗西书 四章时节说 他是巴拿巴的表弟 所以这个家庭 马可 耶汉的 耶汉马可的这个家庭 母亲马亦啊 是当时一个聚会点 一个中心 所以巴拿巴常会到这个家庭 相信彼得也是 所以他一想的话 他就直接回到 这一个家 我们也可以看见 彼得跟马可的关系 是很深的 我们看一下 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 在巴比伦 与你们同盟 拣选的教会 问你们安 我儿子马可 也问你们安 所以当 保罗称 提摩太 是他的儿子 我们知道 保罗跟提摩太 的关系很深 当彼得 称马可 是他的儿子 可见他们的关系 也是很深 这位年轻的马可 因为有机会 跟早期的教会领袖接触 因此呢 他的生命得到了塑造 成为一个有作用的 的侍奉人 而且 他变成了 一个人 who is useful in service 而且写了马可福音 他不是耶稣的直系门徒 但是为什么他能够写福音书呢 因为他早期跟教会的领袖 这些使徒们接触了 只要来源 有一些部分肯定是 与他交往的使徒 所供给他的 特别是彼得 所以有人说 马可福音 应该称为彼得福音 但他是马可写的 这马可的房子 挤满了人 彼得来到了以后 彼得敲门 12章13节14节 彼得敲外门 有一个侍女 名叫罗大 出来探听 听是彼得的声音 就欢喜地 顾不得开门 跑进去 告诉众人说 彼得站在门外 彼得敲在外门 当一个侍奉女 名叫罗大 来来 彼得敲门 使女罗大 应声而出 发现是彼得 所以 彼得敲门 听了 彼得的声音 呼不得开门 进去通报 说彼得来了 结果 没有了15节 怎么说 他们说 你是疯了 使你极力地说 真是他 他们说 彼得是他的天使 祷告的人 是不是祷告的人 不相信自己 祷告的功效 有人说 是这样 但是我们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众信徒 不信罗大的话 但是他们认为 他是他的天使 为什么会这样 有人说 这些祷告的人 不信自己 祷告成就事情 所以 不相信彼得会出现 没有信心 很可能 我们自己 常常祷告以后 我们也是一样 哎呀 祷告了 交托了 也真的是 没有信心 所以当成就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自己也吓了一跳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 是不是这样呢 可能是 圣经没有讲清楚 不过又有人说 我相信 这个又有人说 会是更好的解释 又有人说 他们当时有一种说法 当一个人死了 他的照顾他的天使 所以当时 每一个信徒 都有一个天使 来照顾他 那么他的护卫天使 会出现 因此当他们说 必是他的天使 其实他们 心里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为什么呢 如果是他的天使 他们就以为 彼得已经被杀在监牢里面 所以他 这个人一死的话 他的护卫天使 就会出现 所以他们 更加的害怕 这又是另外一种说法 无论怎么样 他们当时 真的是很惊讶 他们当时真的是很惊讶 很惊讶 我不知道 我们 为什么 要是说他们没有信心呢 还是他们担心 彼得被杀了 总之 彼得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12章16节 彼得不住地敲门 他们开了门 看见他 就甚惊奇 看见彼得 这个惊奇是必然的 刚才我们说 我们常常为了一件 事情祷告 结果发现 他的成就 是超过我们 所求所想的 我们真的是很惊奇 我常常跟同学 谈的时候 很多同学 也都常常经历 这样的 让他们惊奇的事 因为我们所信的神 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12章17节 你得白手 不要他们做生 就告诉他们 主怎么样领他出间 又说 你们把这事 告诉雅各和众弟兄 于是出去 往别处去了 Peter a motion with his hand for them to be quiet and describe how the Lord had brought him out of prison Tell James and the brothers about this and he said and then he left for another place 你得告诉他们 主如何领他们出间 And Peter told them how the Lord had let him out of prison 又要他们 转告雅各 And wanted them to tell James 雅各不是死掉了吗 Didn't James die? 这是另外一位雅各 And not the James 这位雅各 就是主的弟兄 And this James is the brother of Jesus 主的弟兄 The brother of Jesus 还有在告诉雅各 和他其他众弟兄 And tell brothers And the brothers 这些众弟兄 指的就是 当时教会的领袖 And these brothers refer to the leaders of the church at that time 我们说 耶路撒冷教会 已经有了长老了 For we say that The church in Jerusalem already had elders 11章30节说 他们就这样 11章30节 他们就这样 行 把捐相托 巴拿巴和扫罗 送到众长老那里 This they did Sending their gifts to the elders by Barnabas and soul 而这些长老 当时并没有在 马可的家 And these same elders were not at the house of Barnabas 跟众弟兄 And wanted them to forward a message to James and the brothers And wanted them to forward a message to James and the brothers And from this We see gradually That the church in Jerusalem had an organization And from this We see gradually That the church in Jerusalem And right at the beginning With the seven deacons Stylefant殉道了 After the martyrdom Ferene到外地传福音 Philip went outside to preach 其他五位没有记录 And no record was found For the other five But now we have eld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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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we read 1130 We read 1130 Barnabas and soul 把捐相交给 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 But the brothers and soul Barnabas and soul brought the gifts to the elders of Jerusalem 我们没有提到 他们何时设立长老 We did not read When did they institute the elders 但是我们看见 教会的领袖的职份呢 But we see the officers of the leaders of the church 本来是在使徒 本来是使徒 Originally they were apostles 就转给了雅各等长老 Now it's passed on to James And the respective elders 所以教会就有组织了 And therefore there's a system in the church And the apostles 就到各地去 以祈祷传道为师 And they went to all places to pray and to preach 我们知道的就是 彼得跟约翰 We know Peter and John 但是其他使徒呢 What about the rest of the apostles Dropa去了哪里 Where did Thomas go 还有其他的人 Nathanael去了哪里 Where did Nathaniel go 还有其他的人去了哪里 And what about the rest No record 我们相信他们 就到各地去传道 祈祷为师 And believe they went to all places Give attention to prayer and the word 所以 在马可的家 见了弟兄姐妹们后 So after meeting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Mark's house 使得便 离开到别处去 Peter went to other places 圣经就不知道 没有说他去哪里 And the Bible is silenced Where he went 不知去向了 You do not know where he went 多年以后 Years later 在看见他出现在 耶路撒冷的 那一个第一次的 这个 教会的 这个 这个叫做 教会的会议里面 And he saw him appearing In a first church council In Jerusalem 耶路撒冷大会 And the great council of Jerusalem 好 这个会召开 是特别为着 是不是外邦人 需要行 犹太人 就约的那些礼仪 And this council was convened is to discuss whether the Gentiles need to observe the Jewish rights of the Old Testament 当时主持 这会议的是 雅各 And the chairman and the moderator of the council was James 但是彼得 这里告诉我们 彼得也在那个地方 But here it says Peter was here 第六节说 使徒和长老 聚会商议 这事 So我们看见 使徒跟长老 已经分开 他们是两个 不同的 不一样的 职分的人 So you see there'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apostles and the elders and their officers 使徒到各地去 传福音 The apostles went everywhere to preach the gospel 长老是地方教会的领袖 And the elders are the leaders in the local church 长老聚会商议 这事 辩论已经多了 彼得就起来说 And so after this much discussion Peter got up and addressed 这已经是很多年了 This many years later 好了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 Let's take a break and come back later